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动故事 更多内容江西旅游报道马上为您深度呈现 目前景区所有准备工作就绪 预计将于三月底恢复开源 2018年的6月 乐安九铺峡景区开始对外营业 独特的Y型河道设计 一经开业 就在江西省内众多漂流景区里脱颖而出 成为了一匹黑马 其实我们九铺峡的漂流 它有很多不同之处 因为我们这个漂流 在国内来讲 它是首唱这个上河道漂流 那上河道漂流 它其实有勇士漂跟青纸漂 那我们这个两个漂流 它是属于一个Y字型的河道 是两个不同的起点 当然在国内也有很多漂流 它也同时有青纸漂跟勇士漂 但是它们只是在一辆河道的上中游 那我们是真两个起飘点 真两个起飘点 在中间一公里的地方交汇 然后同时到达终点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特色 除了双河道之外 景区还有一大特色 就是以高速公路为设计理念的 全程高速漂流 让游客可以享受到极致的速度体验 常规的漂流 它是一个大楼潮 因为漂流其实目的就是 要有落差 它的漂流才刺激 它常规的漂流是一个大落差 然后一个平和缓冲 那我们的这个九部侠的当中 在设计这个河道当中 它就有不同之处的在哪里 就是我们的一个大落差之后 它只是一个缓冲 然后人形不断地冲下去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叫做高速漂流 漂流大获成功 九部侠景区初战告捷 但是漂流活动季节性强 满打满算 一年可以营业五个月 为了保持一年四季都有客源 九部侠景区客服漂流项目的季节性 单一性的短板 成立了一个综合景区 到目前为止 二期工程已经完工 正在进行最后的修整 在项目三年前的话 我们这边的全部是山 这边全部是方地 那现在我们用过三年的努力 全部把它开发成这个样 在硬件上 九部侠景区重新增建了 同时可以容纳 2000名游客的游客中心 还扩大了停车场面积 实行人车分流 另外还将修剪步行道 增加休息停廊 并在游客中心内 增设了金融服务 以及邮政服务 方便游客购买土特产 文创产品寄送 我们游客中心分三栋大楼 这一栋呢 就是我们的那个 中点漂完之后的一个冲凉 这一栋是我们的那个 售票中心 后面那一栋呢 就是我们的那个服务中心 服务中心它有 里面有我们的自助餐厅 自助餐厅 同时可容纳1000多人 还有我们的那个后车 就是我们游客排队 就在后面这栋大楼 那我们这个排队 不像有些 他们紧急的排队 都在户外的 那我们在全部在室内的 这是也是我们这个 基础改造的一个 除了提升漂流配套设施外 九铺侠还建立了一大批 体验游玩项目 提升景区内在实力和竞争力 我们眼前的这个四季雪场 就是江西首家旱雪雪场 四季雪滑雪 是一种在无雪状态下的滑雪方式 它的优点在于仿真性极强 与真实滑雪体验 几乎百分之百接近 是飞雪季节 满足滑雪爱好者滑雪兴趣的替代方法 滑雪可以一年四季都可以滑 其实它就跟真滑雪是一样的 它只是地面的材质不一样 对我看这个地面材质确实很特殊 有点像我们在家铺的那个防滑垫一样是吧 对它不同它这个材料是特殊材料 它这种技术已经塞掉了它都不会受伤 目前呢我们这个在江西来说应该是第一家 另外呢为了方便游客的体验度更强 我们在基础设施也是加快了建设 包括我们也做了一些那个民宿木屋 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一些配套的一些事 民宿度假区主要有一栋精品 类似四合院的民宿 六栋独立民宿组成 每栋民宿都带有独立别致的院朵 是家庭出游享受慢生活的首选 其实在外面还看不到里面有这么大 然后进去一看发现有很多个房间 那大概这个能容纳多少个人 它有七个房间 这个房间里面有亲子房啊 家庭房啊都有 包括我们里面的它的配套也比较深的 里面有餐厅有厨房 还有娱乐社 就是说你如果愿意自己在这里面做饭也行 不愿意到我们餐厅叫也行 我觉得这个就特别适合家庭之间一家老小啊 选择一个独栋别墅在里面 享受这种舒适的环境 除了民宿区 景区还修建了适合情侣出游的木屋度假区 木屋沿河而建 河道水流沉沉 犹如天籁之音 相比于民宿区四合院和独栋别墅 小木屋更加静谧休闲 自此九户辖景区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旅游业态 满足了游客吃住游各项要求 在我们这个项目分到三区 在一区的话我们是做漂流 二区的话我们是主要是丰富漂流之外的项目 另外呢 为了方便游客的鞋度更强 我们在基础设施也是加快了建设 还有一个项目就是我们那个严学旅行这一块 严学旅行这一块我们这个项目 投入也是比较大的 目前我们是做一个严学营地来规划的 我们可以容纳一千多人 那这个这是我们二区项目 三区项目我们会有一个什么 三区项目我们下半天就要开始 做一个大型的一个水泽浪源项目 还会做一个康养项目 包括一些农业在这里面 采责这一些项目 我们现在这二区项目介绍完的话 我们目前的游客的我们单人能接待一万人 三区项目如果是说三区项目 我们建设完之后 我们三区项目的能量会更大 我们就不晓得它不是一个人为景观 所以我们这个项目更多一期限 体验游玩休闲着这个一个景区 你看我们周边县里面周边那些项目 有古色的有红色的景区 也有绿色的能为景观的 那我们这边唯有就是我们做体验性 正好弥补我们现在有理由的 其他一些景区的一些项目 景区项目的提升不仅吸引来了大量游客 也为当地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比如说我们这个整个工程建设 我们都以当地称民为主 包括我们的景区应用的这个基层员工 都以当地称民为主 那目前我们这三年 三年建设下来的 在当地发放农民工的用工工资 我们都达到差不多800多万 另外我们景区这边那些 推动这种当地的一些土地产 当地村民带动一些饮食 包括一些就树啊这块 就这也是一个无形中的一个带动 目前九铺侠景区整装待发 暂定于三月底开园 据了解景区已经做好了一切防疫工作 采取限流限量措施 保证游客安全有序的游玩 战疫情 江西文旅人在行动 作为江西省群众艺术文化的代表 江西省群众艺术馆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一直以歌为界 创作了一批又一批感人肺腑的战役歌曲 接下来我们就要和大家分享一首 群艺馆最新出炉的战役歌曲 《羽衣妹妹》 这首歌的创作背景 来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得知武汉的疫情后 羽衣妹妹带上厨师和食材 逆行了14个小时 从成都赶到武汉 他们每天早上6点准时开工 四个人要准备五六百份的盒饭 他们就跟我说 我们不想什么都可以吃 有一个可爱的女孩 从遥远的地方来 从遥远的地方来 零行着街 他写下一只遗书 道别亲朋 没有人知道羽衣妹妹的真实姓名 说起这个称呼 据说还是医护人员给他起的 大家只知道他来自四川成都 是一家核饭餐饮公司的老板 当新冠肺炎疫情出现的时候 他做了这样一个艰难决定 这个决定感动了无数人 也感动了江西文旅人 羽衣妹妹 她不为名利默默奉献的做法 其实是非常朴实而动人的 其实这也代表了很多有担当的 善良的普通人 他们虽然不能像医护人员和战士一样 在抗疫最前线奔波守护 但是却依然想竭尽自己所能 为疫情的防控增添助力 如今疫情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 取得目前的成效 很多默默奉献无私付出的普通人 他们也是功不可没的 所以这首歌是写给他们的 我们也应该向他们致敬 爱是桥梁 羽衣妹妹的事迹 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 取作者江西省群艺馆的江馆长 更是感动到连夜谱曲 这首羽衣妹妹在写作的时候 采用的是既自然小调 用讲故事的方式 娓娓道来 你比如说A段第一句 有一个可爱的女孩 从遥远的地方来 我用的就是大家平常说话的 这种声调写的 比如有一个可爱的女孩 从遥远的地方来 就是这样很平时的一种描述 这首歌的演唱者李琼妹 在演唱的过程中 对一些旋律也进行了二度创作 更好的表达了我的创作意图 在江西 像羽衣妹妹这样的普通人 有很多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每一个江西人都在贡献自己的力量 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组 全省各地文旅资讯快报 临日来 世界自然遗产地 江西三金山出现了壮美的云海景观 只见连绵起伏的山巒 在流动的云海雾涛环绕之下 变幻莫测 气象万千 宛如人间仙境 仰望巨蟒风 女神风 波起蜂涌 浪花飞溅 惊涛派汉 据了解 三金山素有云雾的家乡 松石的画廊之美誉 全年有近两百多天 山峰被云雾所笼罩 壮观的云海景观 常常令人感叹美不胜收 阳春三月 万物复苏 正是大批下后鸟回迁的季节 连日来 随着气温回暖 大批鹿鸟飞抵 素有鹿鸟王国美誉的 象山森林公园内 正在枝头嬉戏 每年的三月至七月 大批鹿鸟在此繁衍生息 吸引众多市民和摄影爱好者 前往摄影和赏鸟 近日 新雨凯光 亚二代植物园内 一百多万株玉金香 竞香开放 色彩缤纷的花朵 形成不同层次的色块 半亮了春天 连日来 当地天气持续情好 一片紧促的花海 在温暖的气温中 绽放的让人沉醉 赏美食 看美景 宣传江西旅游资源 传播江西旅游新体验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江西旅游报道的全部内容 收看本节目更多内容 你还可以下载 手机江西台客户端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